买单 免费 免费 你走吧 乔品我 那够了 可以 多了 不不 剩下的当小费 等着 一片糖的也是吧 美女给我加点水来 稍等啊 好的 嗯 你们都看出来没有 有点不带对劲的 不是 我觉得挺好的呀 没什么不太对劲 对 做了那么长时间 就点一杯水 是啊 他们好像知道咱们水是免费的 然后每个人就加一小块柠檬 这样一晚上算下了才一百五十块钱 那水电费都不够 幕后黑手也会算这笔账 啊 幕后黑手 你别吓我好不好气风 我吓你干嘛呀 这帮人肯定是来找茬的 肯定是咱得罪什么人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得罪谁了 肯定是我们老板 最近咱们酒吧挺忙的 然后他交给我的程序设计 我也没按时完成 一定是他派他们来的 不可能你个码头 你们老板只会扣你工资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个女的 座楼上那个胖女人 他每天穿得五颜六色肥肥大大的 我就建议他穿得收身一点好看 他听我的了 有天就去开会 就穿得那个裤子太紧了 啪就开线了 他当时很尴尬 他肯定记恨我了 完了是他要报复我 你这算什么呀 这不会是晶晶吧 晶晶 嗯 就是前两天跟你起立的 那个女孩 哎哎哎哎 不会不会不会 我已经跟他分了呀 再说还是 还是人家甩的我呢 那可是谁啊 嗨各位 这可跟我没关系啊 我来的时候 这已经变成这样了 哎 这谁贴的乱七八糟的呀 一点品位都没有 讨厌 还有两个错别字 报复 这是赤裸裸的报复 谁干的呀 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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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我当然知道是谁干的 谁啊 处女座 谁 我跟他没玩 你又跟谁也没玩 你都不知道是谁啊 他肯定还会再来捣弹呢 从现在开始 所有人玩是吧 啊 抓不到他 我就不信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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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小点事 定紧啊 我 按程序 我睡觉时间到了 别睡了 万一眼睛来了又走着怎么办 睡觉 服了真是 算了算了 这么待着也不是办法 这样 你 大气 你去那边 我跟高飞在这儿守着 其他人去酒吧里头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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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行了 你都怪给我拱出去的了 你至于吧你 不是 季风 我告诉你 我不是怕那个人 我是怕黑 季风你哪儿出去了 站住 别动 上 去看 别 别 别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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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六 叫六哥 你们让我交代啥呀 姓名 你们不都知道吗 六哥 大名 六六 星座 别坐呀 站起来说 星座 没听见是不是 谁让你坐呀站起来 不是 你们到底要干嘛 一个让我坐一个让我站 怎么样不到底 我是问你是哪一个星座的 山羊睡别双鱼母羊座 金牛双子巨蟹座 是哪一个星座的 啥是星座 你是哪天出生的 八月初六 不是处女座呀 难道我看过了吗 怎么可能啊 明明就是 二姐 他有没有可能说的是农历啊 你农历生日是八月初六 农历八月初六 审出来了 处女座就是他 好你个老六啊 我们平时对你不错吧 你还害我们 我没害你们啊 我就是忍不住了就这一次嘛 撒谎 前天呢 前天你没知道 两次 两次 要不要报警 嗯 别呀 报警 多大点事 我不就忍不住 在你们门口尿的包尿吗 报警 什么 我说几位老板 咱们酒吧的矿泉水可快被喝光了 还能怎么办 报警啊 我哥们儿的姐夫就是警察 我就不信他们管不了这事 我早就打电话报过警了 给警察叔叔说了 这事人家管不了 人家又没犯法 哎 我说西方 你认识人多 多好点人 把他们轰走呗 就几个半大点孩子 看把你们下人认了 快歇了吧 咱们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哎 那怎么办呀 你去找老六 让他多送点矿泉水来 干嘛呀 没看见吗 点的都是水 咱们的水不够用了 我觉得吧 正好 咱们就给他们上自来水 自来水 自来水 嗯 他们喝坏了不来找我们 你们不用负责任吗 去啊 快去 对 大家别在这儿玩了 去我酒吧揍人匠 接着呢 我买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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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我买单好玩 我带我买单好玩 好 这 这 我叫Yuki 不着急 姐陪你们 卖儿 妈儿玩 走了 我这 这俩不道走 这 我去 我去 好味道 大好味大好 多好味道 快一点小伙伴们 就在咱们酒吧的斜对面 开了一家新的酒吧 名字叫四十度 不是 原来是她 那酒吧是怎么开的呀 酒的价格卖得跟进价一样 不行 那就赔了 不能那样 是啊 人那小丫头骗子 穷得就剩有钱了 人不怕赔 他什么来历啊 你扶二代 就恨不得钱多得烧得好 我就不明白了啊 他赔本撞吆喝 图的是什么呀 图什么 就图垄断市场集法咱们 不可能 这北京有多少酒吧呀 它能垄断市场 不可能的 要不是说我说你是个满农的 我说全北京了吗 我说是咱科技园 人家算是最大的吧 好好好 两位 两位 两位打住 咱们现在能不能说点有用的 就是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降价 咱们也降价 先把人气给炒起来 说得对 他们不是有钱吗 火克金 我们也让他们知道 咱们三十九度发起商量 是很恐怖的 行了吧二姐 人家叫四十度 比咱还高一度 瞧你那点出息 咱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 在那等着 肯定就是死 如果你拼一把的话 没准还可以绝出逢生呢 你知道从十楼跳下来 和从四十楼跳下来 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知道 我知道 一个是 啊 拼 一个是 啊 跳 哎呦 二姐 什么啊不啊的呀 是一个早死一个晚死 就是一样吗 这样吧 咱们在财力上拼不过别人 那咱们就跟他们拼辛苦 嗯 辛苦 辛苦 对 他们不是开到十二点 咱们就开到两点 看谁干的过谁 高飞 你进屋不知道敲门啊 如果你记得锁门 我一定记得敲门 什么事 我宣布你的假期取消了 凭什么呀 我有事 酒吧也有事啊 我 我那是特殊情况 酒吧也是特殊情况 你身为酒吧的UFO 如果你不负担起责任的话呢 你就会被酒吧开除 开除之后你就享受不了酒吧的福利 换句话说 你就要从这间屋子里头搬出去 再见 就这 还福利 老黑 你个贱人 你怎么跑这儿来我找你半天啊 你怎么这时候请假呢 我们家老爷子 这门天有开庭 那个 没事 这边有我听了 把他连去 好 你凭什么准他嫁呀 我才是CEO 不是 我有没有名 有没有名 再说了 我好歹也是个CEO吧 这点屁事我都管不了了 你要管就管好你自己的事 多大个人了 你除了泡妞 还会干点什么呢 不是 当初要不是 你自己舔个脸 去泡人家Yuki 最后会沦落到 现在这个样子吗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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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就是什么呀 就是 不是 这干我什么事啊 要不是当时雷奥 对人平头论足 指手画脚的 人姑娘能生气吗 你会说话吗 这事赖我吗 跟我有一点关系吗 对 这事跟程达齐有直接关系 关我什么事啊 不是人家姑娘在这消费了吗 你凭什么收人钱 不是 那天是 是 对 是爱家他冲进来了 然后又砸桌子又砸板凳的 所以我才说不见 不是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说到我了呢 对 说到你 这事怎么跟你没关系 当初是谁说 谁要敢欠老娘钱 老娘给他一感叹号伺候着 我说的是她吗 我说的是老六 好了 你们都别说了好吗 现在在这相互怪相互怪 我早就说了 我看出来了 咱们和处女做相科 你们不相信我 现在相信了吧 相信了吧 相信了吧 你自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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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该不该不起 你自己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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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员 来 先生 有服务员吗 没有 你们做买卖吗 做呀 那服务员呢 没有啊 那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啊 看你穿那样 不长得像服务员似的 还找服务员 太逗了 我还穿得怎么像服务员 你好 你好 请问你点点什么呀 来一杯汤里水吧 两百 什么 两百 一杯汤里水两百 合适吗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怎么合适的 你怎么就收人 这两百块钱呢 那上一个客人 不就是收人两百吗 上一个客人 因为两百块钱 我们大家炒一架 还想因为两百块 又让我们大家炒一架吗 那你收多少 原来的价格走 水呢 您好 这杯汤送您的 送我呀 对 那合适吗 就是啊 合适吗 当然合适了 你刚才说让我原价入账 你现在要免费送我怎么入账 我是首席 我说可以就可以 送我账上 送咱哈 那我可不客气了啊 你刚才说让我原价入账 嗯 王上 你那包 嗯 王上还 还开会吗 不开 开了一天会 哪儿都大了 一会儿打会儿求你 好 别跟别人说我打求你 行行行 王上 去忙吧 好 那个 您是科技员的王总 王继武 不是 你别闹 怎么能是王继武呢 您 真是 怎么就不能是王继武啊 不合适吗 不是 那个合适 合适 合适 您 您怎么来我们这小酒吧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你们这酒吧呢 不合适吗 不合适 合适 你们这酒吧不小啊 你们这酒吧档次多高啊 全北京找不着一家汤里水 一杯两百呢 两百 不是 这谁说的这个 不 你 这 这是那个 艾佳 请王先生喝的 好 不好意思啊 那王总啊 谢谢 刚才呢我们因为有一点小小的摩擦 怠慢了 对对对 明白了 吵架了 我们没吵架 我们就是那个有点小矛盾 因为我们的好话说是 内部进行了一下体育锻炼 是 我们很单纯 既然首席邀请我喝了这杯汤里水 我也不能白喝 给你们提点建议好不好 对 你别说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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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啊 干一个企业最重要的 我认为有三点 第一点 不管内部有任何矛盾 不能在客户面前展现 你们说对不对 对对对 第二点 问题发生了以后 不是讨论问题是怎么发生的 而是要讨论怎么解决问题 第三点 也是一个企业成功最重要的 两个字 团结 团结是什么 是铁 团结是什么 是钢 团结是什么 比铁还硬 比钢还强 合适 不是 我觉得人家王总说得对 咱现在的首要目标 不是关起门来狗咬狗 而是想着怎么把 对面的小丫头骗呢 给打败了 王总说过这句话吗 反正就是这个解决问题 就这意思 要不降价啊 是不可能的 咱们跟他们批服务 咱们跟他们批服务 要不降价啊 拼服务 你的意思是 让一个小小的高飞 跟人家一堆帅哥美女PK 你这不是自虐吗 就好比那个 蝴蝶湖里飞进了一只布洛娥子 都不快谱啊 小范子 我有个特别好的主意 咱们啊 可以在门口摆一堆石狮子 这叫做镇宅 在门口上面挂一个大镜子 这个叫做照妖 在门边上挂一把宝剑 这个叫做除怪 有可能的话 我特别希望 能在咱们的房顶上放一大炮 那个炮筒啊 要直冲了四十度 我就不相信他们 还有办法反击我们 说得好 但是你露了一样 这还不够真面 你应该在那个门上啊 再挂一副对铃 上人就叫流沙河边高老庄 下来这样中土大堂水连洞 横批就是取经八 然后我们再把酒吧装修一下 变一个主题 就叫西游主题 烦死了 烦死了 那你们说怎么办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我们不能也到对面去捣乱去吧 哎 这是个办法啊 以笔之道 还施笔身 咱们的优势很明显 敌名我爱 我就不相信咱们三个臭杯酱 抵不过他一个诸葛亮 对 咱们三个诸葛亮 也抵不过我写课了 那是什么呀 喂 没有 我熬了半年的臭豆腐 而且而且 歪 Rod 你走走走走 你走走走 想到这几两次了吗 我想到了 府邸抽星 我偷偷潜伏到他们酒吧里 然后拿个照相机 把他们酒吧所有不翻神不时尚的地方 都咔咔咔咔咔照下 然后发在我的朋友圈里 我要让全世界的时尚人士都知道 他们酒吧不是时尚人士的选择 我想到的方法是顺手牵羊趁火打结 那边的酒水跟素餐不是比进家还便宜吗 我就过去拼命地吃拼命地喝 我吃不了喝不了我就打包带回来 我要吃穷他们喝穷他们 我这一天都没吃饭了 这个好 咱们俩换一下换一下好不好 二姐 你要去了就变成打草金蛇苦肉计了 季风 你好聪明啊 你怎么知道我用苦肉计的 我准备进了他们打门 我就砰那一下扑倒在那儿 我就趴在那儿 我就不相信他们没有人来扶我 只要他们一扶我 我的办法是 笑点藏刀挑拨离间浑水沐浴 这么复杂 他们不是有帅哥亮妹的服务员吗 是啊 他们不是酒水卖得很便宜吗 但是重口是难调的 总有客人不满意 只要有客人不满意 我的机会就来 我有个好主意 他就算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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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别 让他收出来听听吧 别让我拿出来 收下来 你别拿出来 你可别拿出来 收话无气 别打开 拿出去 赶紧的 可是我还没懂 行行行行 我正好放外头太阳铁给他加加分 好 风消消息 溢水寒 我雷奥一去西 四十度酒吧 中王王 你好 雷奥好 大清 我想把这钱给你 如果我今天回不来了 就把我把这个用水电费给我交上 我心里没底 朋友们 再会了 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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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痛啊 什么 什么 干什么 什么心痛 说清楚了 完美到心痛 太完美了 你们没看见 对面那个酒吧 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时尚的酒吧 无论是材料还是色调 都堪称国际范啊 最主要的是 他们的那个设计师居然是中国人 我一定要发朋友圈 让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的设计师 绝对不比外国的差 你到底是哪边的卧底啊 我只相信艺术 好 好 姐姐 不行 二姐 行了 你就别整那些没用的 让你们瞧瞧我的生化武器 嗯 你们不知道有多完美 你知道吗 哎呀 那个设计 都给我出来 啊 那是叫咱们吗 都出来啊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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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们 你们谁看见我生化武器了 对 你放哪儿了呀 就这儿啊 找一下吧 嗯 你们这几个在那儿找什么呢 找到那边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没有 找东西六哥我在行啊 我们在找生化武器你 嘘 把你去 那是啥东西啊 不对啊 不是还在那样 你说说 来 老六 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这个 嗯 抽豆腐啊 我刚刚露过这儿 不知道谁扔这儿呢 多浪费啊 大笔这抽豆腐 好吃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你把我捂了半年的手 把武器给吃了你 半年 啊 啊 不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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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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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来 问什么呀 不是 我不着急嘛 我这二姐没事吧 说这二姐平时说话神神道道的 这么大半天没回来 不会真把人讹上了吧 咱们要不要过去看看 是有声援一下呀 不是 声援 声援什么呀 一声援不就都露馅呢吗 就是就是 大哥 怎么了 二姐 快走快走 扶一把扶一把 快走快走 扶一把 去去 你坐 你坐 二姐 你不会是在对面酒吧摔伤的吧 真不好意思 他到我身边就倒地上了 那你们酒吧可就没钱了吧 还是先到医院看看吧 不用起医院不用起医院 你们几个 冲人家瘦什么瘦啊 小帅哥 只要在你身边 我一点都不得 傻了 摔散了 都是我不好 不怪你 真的不是你 是我自己摔倒的 我自己 我自己 是你自己摔倒的 那我先走了 慢走啊 不是不是 你把你这恶马给我吧 小帅哥 我们明天还能再见吗 小帅哥 我怎么这么说 这电话是哪儿的呢 你说真是 你们一个个的 这出了什么主意啊 还能不能行了 自由 你别生气呀 这不是吓唬我们 我吓唬你们了吗 我吓唬你们什么呀 一个个的 那么没有用 看来我得亲自出马了 去实施我那个效力 藏刀挑不离间的 浑水摸鱼迹了 艾经理 我一直还饿着呢 等着吧 艾经理 你这个样子 人家好怕胖啊 怕 怕什么 干活去吧 都给我挡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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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心 艾佳不会有事的 大秦 我不是担心艾佳 我是担心对方会不会有事 艾佳可是拿刀去的 不会吧 我看着他拿菜刀去的 我记着艾佳就背这个包啊 你不觉得那包里藏了把菜刀吗 艾佳 你干嘛去 认真害怕 你干嘛去 人家排便时间到了 那我该去吃小吃果了 小姐姐见我这么不识笑 怎么了 气死我了 跟你们说啊 我一进酒吧 我就看到那男的带两姑娘坐在那个地方 那男的找服务员 要了一瓶制华氏 见我那服务生送来了一瓶XO 我想这好啊 是我挑拨离间的好时机 是不是 我就跟那男的说 酒上错了 让他们跟服务员抄抄 你猜那男的说我什么 说我多管闲事 这不是傻瓜家笨蛋吗 我这火蹭他就上来了 我说你啊真的是傻瓜家笨蛋 关我什么事啊 你想啊 人家花几百块钱 就能喝着一千多的XO 那得多傻的人才不占这便宜啊 关键是他们不讲诚信 大气 现在只能靠你了 你要加油啊 那个雷奥 还有 大家 我我对不起你们啊 我的计划 今天没有办法实施了 为什么啊 我刚才实在是太饿了 我受不了了 我我就吃了两盒蛋糕 我现在成的要命 我我保证 我从现在开始就不吃饭了 我一直到明天晚上 我一定要把他们吃穷 我吃穷他们 就说他没用 快点啊 快点啊 纯大气怎么还没回来啊 哎 他会不会 饿得 还没走到店门口 就已经晕倒在大街上了 回来了 对面四十路酒吧已经打烊了 打烊了 打烊了 不行不行 我还是担心大气 我就去他们家看看 你过去过去过去 过去过去 过去 哎 江涩 你关门啊 不是 行行行 我关门啊 我来了 不是 程大气 你要不要脸 我们找了你一天了 担心够呛 你在这儿睡大觉 按程序这个点儿就应该睡觉啊 行 谁 怎么了 大气 我有一个问题 你的时间表里 有没有一个就是睡着了 再起床的这个程序啊 没有啊 那你睡着了再起来 有没有可能就睡不着了呀 有可能吧 哦 那我就明白了 拜拜 拜拜 出霸克了 我精神了 好 我说啊 趴厕所偷听 好像不应该是爱家同学干的事吧 谁趴厕所偷听了 我我也没听几句啊 黑游威 你还没听几句 我说你们这女孩 是不是都特别喜欢干那些偷听别人隐私的事啊 干嘛呀 干嘛呀你 这是我家 我想干嘛干嘛 再说了 我上洗手间不行啊 你打电话怕别人听见 你去外面啊 躲厕所里干嘛 那我也是这个家的合法租户 我想在哪儿打电话 就在哪儿打电话 我想在厕所打电话怎么了 打就打了呗 去 你爸没事吧 季风跟你说什么了 跟季风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怎么知道我爸的事啊 好吧 我刚才是不小心听到了一句 他是我爸呀 他最近怎么样了 你爸怎么了 我爸 他出事了 出什么事啊 出大事了 他怎么嘛 我从小就没了妈 都是我爸一把食一把尿地把我拉成大 所以小的时候 我就想早点长大 早点挣钱 能让我爸过上好的生活 平日里 再苦再累再委屈 哪怕让我住在仓库里 我都没事 一想到 能多挣点钱 寄回家 让我爸过上好日子 我什么苦都能吃 可是 可是 我爸他 他 他怎么了 他得了老年痴呆症 我真把他有一天连我都不记得了 我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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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飞他爸呀 你怎么那么可怜 赵飞还想让你过好日子呢 你怎么都看不见了呀 你怎么都看不见了呀 赵飞 你别太伤心了 我没事 你也别伤心 你回屋休息吧 那我回屋了 你怎么这么冰激 你怎么那么冰激 呢 你怎么这么冰激 啊 你怎么那么冰激 这边 你怎么那么冰激 你怎么那么冰激 人家别 人家别 你呀别扭了 你好意思编这种三两苦情戏吗 你别扭了 跟你说正经的啊 还老年痴呆 你爸老高叔 那老高先生保护十个在一块儿能踏实给我卖出去 你爸那不提头那就是猴 你爸不提头才猴着呢 我那意思是说你爸插上尾巴那就是猴 你牙就是一猴歪了 不是 你们人家人插上尾巴那么花果山 别了 别了 你都不能说点人话吗 我一直说人话呀 你说我那么跟艾佳说 那不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吧 我总不能说我爸啊 得得艾滋 得肿瘤吧 对对对对 你竟什么竟然往下编 你知道人姑娘怎么说呢 那个他刚说什么来着 他说除了感动之外呢还有愧疚 觉着之前一直不太了解你 对你有误解 不知道你牙现在混得这么惨 但是呢你很孝顺 对他托我给你带句话 嗯 他说这个之前都是他不对 让你不要往心里去 啊 啊什么啊 后来呢 就啊了 没了 他很感动啊你还要别的吗 不是他除了感动他就没点实际呢 有有有 就跟你急了 他说啊要不是因为咱对面是酒吧 急了咱一点生意都没有啊 还真想给你找个资来啊 就是 不对啊 这酒吧没生意 跟我一服务员二百毛钱关系啊 这该涨工资还是得给我涨啊 你那是骗 骗来的钱你好意思往兜里摔吗 骗来的钱他也属于劳动范畴 不算骗 你真有本事你骗外人 你骗什么自己人啊 哎呀爱家跟你是那人 跟我可不算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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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呢都住一块了啊 装什么大一把狼啊 谁装大一把狼了你才大一把狼呢 对对对对 我装我不是你不装你就是啊 哎呀哎呀哥哥哥我错了我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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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没 我是打一把狼 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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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这爱家不是说给你放假吗 那你拒绝了呢 放了假我干嘛去啊 老爷子这两天不是要开庭的吗 哎呦别提开庭了 这开庭我就烦了 咱还是聊聊上班吧 反正呢酒吧现在没生意 上班呢就跟放假一样 上班行了我下雨了啊 哎呦我又是这点 喝我麻筋了你 你不知都几天了 咱们酒吧一个客人都没有 现在我每天早上一睁眼睛就想 就是一千三百块钱 物业水电还有房屋管理费 就怎么整啊 我接个电话 喂 妈 我 你等一会啊 我我去接电话啊 你别出这个出对二对二 对二 对方肯定还有一炸呢 你家二姐我开房等你啊 五缺十六台高飞赶紧进来 好嘞回来啦啊 到什么时候啊 你们还有心情玩斗地主是不是 不是 不是 首席 我们急 但是急有什么用呢 我们得学会好好的休息 才能更好的战斗不是 高飞先生 高飞 这话都聊到这样了 你不得说两句啊 说我呢 说你呢 哎呦 你们这几个大老板 都拿这事没辙 我一服务员我能干嘛呀 就他这样呢 去蕾白去 你听听你听听 这高飞 我这不是那条事的人啊 这话要搁我我忍不了 你就想永远活在 别人鄙视的目光中吗 鄙视就鄙视呗 我身上又不会掉块肉 那你就想 眼睁睁地看着咱酒吧 哥们倒闭啊